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四章 我们要从第一节看起 主耶稣离开了刘太 去加利利 在第四章的第四节说 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那么约翰福音 有很重的属灵的味道 这里的必须 就地理上来讲不是必须 他完全可以避开撒玛利亚 但是他 必须去撒玛利亚 因为他有使命在那边 这个使命就是下面所讲的 他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 叫叙迦 靠近雅各给他儿子 约瑟的那块地 雅各着了一个井在这边 那个井就叫雅各井 耶稣因走路困乏 各位这是简单的一句话 这句话 有非常深的真理 也有非常多的感情和爱 耶稣走路困乏 我们需要认识 我们主耶稣是完全的神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无所不在 配受一切的敬拜 尊荣 他哪里会走路困乏 永在的父 全能的神 永远不疲倦 而且扶持疲乏的人 这是他的神性 但是他一样 有跟你我相同的人性 或者一个肉身 除了他没有罪以外 其他凡事跟我们一样 他走路久了累了 我们走路久了也累了 他实在是累了 他就坐在井旁边 那个时候 差不多是中午的时候 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 来打水 耶稣 因为实在太渴了 就对这个女人说 请你给我水喝 在创世纪里面 有非常相似的事情 应该是亚伯拉罕的老仆人 去老家 替他的小主人以萨 娶一个妻子 他也很累很渴了 也是到井边 那么当利百加来打水的时候 他也是对他说 请你给我水喝 耶稣的确是渴了 我们刚刚讲了 他有神性 但他也有人性 你要记得就是 他是完全的人 走了很久的路 他非常的渴 包括他降生在伯利恒的马朝 包括另外一次 他也是很渴 就是他在十字架上手 他说他渴了 这一切都是为了爱我们 上帝要害他的儿子来救我们 却是借着最可怜的 最无奈的 甚至最后是死 来救我们 这里有非常丰富的爱 非常丰富的智慧 耶稣对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说 请你给我水喝 还没有讲到 那个妇人的反应的时候 约翰先说 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 就是 耶稣不应该跟这个女人有接触 撒玛利亚妇人就非常吃惊了 撒玛利亚妇人 我们知道这个妇人不是一个好女人 当耶稣对她说 请你给我水喝的时候 她是大吃一惊 男女瘦瘦不轻 而且很有敌意的两个民族 一个是犹太人 一个是撒玛利亚人 所以当耶稣向她要水喝的时候 这个妇人非常的好奇 这个妇人的好奇 让她能够跟耶稣多讲话 甚至得到了永生 我觉得是很有福气的 各位姐妹 你都可以想想看 如果今天街上有人 男人向你要水喝 你的反应是什么 我猜多数的就是没有反应 不反应 我不想跟这个路上会跟我搭讪的男子讲话 但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非常好奇 她有回应了 各位我们神实在太奇妙了 你对神冷漠 祂想办法再接触你 你对神热情 祂也有办法把你导入正轨 当然我们对神 对耶稣 最后应该有的就是三个态度 我们对上帝是有信 有望 有爱 这三个就够了 但是撒玛利亚妇人那个时候 对耶稣不会有信 也不会有望 也不会有爱 她有好奇 这不算是什么特别的优点 但是主就使用了 她的好奇让她跟主有很好的交通 你是犹太人 或者说我们可以这样讲 你是一个犹太男人 怎么像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 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 哎呀各位 这全世界都有的问题 种族之间纠纷 男女之间的纠纷 阶级之间的纠纷 让这个世界非常的痛苦 非常多的灾难 简单的这一句话 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 涵盖了亚当夏娃后裔所有仇恨 没有来往的现象 我们求主帮助 因为耶稣的缘故 我们能把真和平带来 但这真和平带来 有两个需要注意的 一个是真有和平可以给人 那是耶稣做的 第二个真有和平之子 可以带来和平的福音 那是我们做的 求圣灵帮助我们 我们的主耶稣把和平带来 把恩典带来 他自己所表现出来的 所走的这条路 是他是最可怜的 他还向人低声下气的药水喝 就这句话里面 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 是作者给读者 轻描淡写的一句解释 就这两族人没有来往的 他还可以再加一点 男女也受受不清的 就是各种理由都应该叫耶稣 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 不可能有任何交集 现有了 为什么 一个是耶稣太渴了 另外一个呢 是耶稣太爱我们了 这使我们丰富 我们的丰富来自 耶稣的贫乏 你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 哎呀 我们的主讲得很简洁 讲得也是很棒 耶稣说 如果你知道 上帝的恩典有多大 更重要的 如果你知道 我是谁 如果你知道 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 你早就向我要水喝了 你早就求了 我也就给了你活水了 各位这是不可思议的事 如果你在街上碰到这样的人 你早就离开了 你碰到一个神经病 不会理他的 耶稣说 如果你知道我是谁 你会求我 我们现在信耶稣的人 回来想我们拒绝主的时候 我们是何等的狂傲 我们对教会 对上帝 对圣经 对耶稣 何等的不屑 洋鬼子的东西 洋人的东西 落伍的东西 我们何等的不敬 甚至屑读上帝 可是上帝对我们是多么的好 上帝显出他一切的美好 当他越来越显出他的美好 和全能的时候 我们开始向他求了 你越认识主 你就越不敢冒犯他 你就越向他求 你越得到他给你的恩典 你早就向他求了 各位赶快求主 赶快信主 你要找求 他会早就给你了 这很多基督徒都会讲的 我新耶稣唯一的遗憾 就是信得太晚了 奥古斯林有一句话也很有名 他是在忏悔录里对上帝讲的话 我爱你太晚了 我早就该爱你了 你那么爱我 求主帮助我们 早早地亲近我们的主 早早地享受到主给我们的恩典 活水 就是会流动的水 英文是Living Water 那么如果把它翻成 大家能懂的就是Running Water 会流动的 不是一滩死水 不是不动的 是会动的 就是源源不绝的 你可以一直用 这是非常宝贵的 我会给你活水 我们传福音 真是求主给我们智慧 我们没有智慧 我们也不聪明 我们也没有耶稣那种能力 但是愿圣灵帮助你 各位弟兄姐妹 你要知道 我们传福音 我们探访 我们关心基督徒 非基督徒 我们都有宝贝在我们身上 有圣灵有神的话 即使我们自己不太知道 自己也不太会用 我们有宝贝的东西 能给这个世界 而是这个世界 没有的 非常缺乏的 活水 这个妇人好奇了 她没有立刻结束 她的谈话 她就继续问了 她说 先生 你不要忘记 你在向我要水喝 你也没有打水的器具 井又这么深 你哪里得到活水呢 我们的祖先雅各 打到了一口井 他自己能够喝 她的儿子能够喝 她的儿子能够喝 深处能够喝 当然 她在说留给我们 我们也在喝 我们的祖先雅各 好伟大 你比他还伟大吗 你能够给我们活水吗 我们的主耶稣 他在很可怜地向人求水喝 现在他 越说越狂妄 如果你知道我是谁 你会向我要水 我能给你水喝 雅各 井哪能跟我比啊 这水哪能跟我所吃的水比啊 各位 你勿要认识耶稣 我们勿要接力追求认识他 因为他丰富 他美好 他里面的宝太多了 耶稣好像 一个宝贝藏在瓦器里 耶稣好像一块石头 被匠人所弃 不要丢弃他 要宝贝他 他里面有一切的美好 要向他大大的伤口 耶稣说 雅各给你的水 是喝了还会再渴的 圣经 特别是约翰福音 用一些最简单的水啊 饼啊 风啊 这些东西 风就是跟尼克迪姆谈圣灵了 因为灵那个字就是风 他用最简单的东西 来讲出最深的道理 其实都是一句话 你信耶稣 你就永远饱足 你信耶稣 永远不渴 你信耶稣 就有圣灵的重生 雅各 你信算不得什么 这个水 缺点就是 喝了还会再渴 你知道我赐给人的水 是喝了永远不渴的 各位 有这种水吗 喝了永远不渴的 不但永远不渴的 我所赐的水 要在他里头成为全员 只涌到永生 各位这是什么话 这是在讲一个对比 这件事情 仍然愿意把这个活水 不但你喝了 不但你喝了会不再渴 我给你的水 能够成为全员 能够成为一个全员 永到永生 这个妇人 这个妇人 回答居然是 人是罪人 人是罪人 人在罪恶过犯中 这里我们今天看到的是 房子就倒塌了 房子就倒塌了 波桃汹涌的海和湖 他们把约拿 最后丢下去的时候 圣经上讲 就立刻平静 他们就大大的惧怕 他们就敬拜上帝 约拿被丢在水里 圣经上讲 他在渔腹里三日三夜 照样人只要在地里 三日三夜 所以约拿丢下去 等于是耶稣 为我们死的那三天三夜 因为耶稣的死 我们就有平安的生活 我们就有不渴的生命 不管我们经历的是什么 不管你在哪里 动乱不动乱的地方 我们都需要主的恩典 主啊 平静风和海 解除我的饥渴 我好渴 我走得好累啊 每天要走那么远来打水 给我水 把这水赐给我 我们生命中的苦和难 也可以是一个好处 如果这苦和难 挑起了我们对上帝的 恳求 那就有福了 远天天有苦和难 跟你在一起 不是这些苦和难 多么好 而是这些苦和难 让我们去向主呼求 哎呦 我太渴了 给我这水吧 耶稣说 叫你丈夫也来 夫人说 我没有丈夫 耶稣说 你说的没有错 你已经有五个丈夫 你现在有的不是你的丈夫 你这话是真的 神给我们一切丰富的恩典 白白的恩典 可是都到这个恩典 必须有一个 悔改的过程 我们必须 对我们过去所做的 在神面前认罪悔改 把你的丈夫叫来 就是你要悔改 这个妇人 当然有很多要悔改的 我们华人很喜欢讲 我从来没有妹子良心做事 我好得很 她也可能真的是很好 好人好事 人如果不被圣灵光照 都觉得自己好得很 这个撒玛利亚妇人 说我没有丈夫 耶稣说 你讲的是真的 你在那里掩盖 你用 看起来是真实的话 在掩盖更真实的罪恶 把你丈夫叫来 我没有丈夫 你有五个丈夫 现在有的不是你丈夫 你讲的没错 夫人说 你是贤知 你真的知道 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 你们倒说 应当礼拜的地方是耶路撒冷 很多解经家说 这个夫人尴尬了 耶稣把他丑事讲出来了 于是他就换话题 顾左右而言他 他就说 哎呀我们要到哪里 敬拜上帝 我不觉得他换话题 我觉得他越讲越重要 我们要到哪里去敬拜上帝 请你告诉我 各位这夫人 在他生活中 没有遇到主的时候 他有两个渴望 每天都很辛苦 但是没有一天能够满足他的渴望 一个是水 一个就是性 不只是性 不只是水 不只是食物 人 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不知足 我们也不常乐 我们没有安全感 耶稣说 你看天空的飞鸟也不重也不收 也不积蓄粮食在仓里 我们积蓄啊 我们像那无知的财主一样 非常畏畏将来打算 计划得非常好 只有一件事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他什么时候死 人受造 是要敬拜上帝 人受造 是要在每件事 把主摆在我右边 免得我得罪你 把主摆在右边 就是随时敬拜他 随时恭敬他 不管有人没有人 你在我右边 不管有人没有人 神你在 你在安慰扶持 也在提醒我 所以我呢 这么伟大的神 随时长枪左右 我就随时要敬拜你 我们要在哪里敬拜你 我们要怎么敬拜你 他没有改话题 他实在把他心里的问题 问出来了 我们要在哪里敬拜 我们的祖宗在这个山上敬拜 敬拜上帝 要在哪里呢 哪里是上帝住的地方呢 我们要到上帝那里去敬拜他 以色列人都觉得 上帝是住在西安山 耶路撒冷 住在圣殿里的至圣所里面 当然神不是跟以色列人住在一起 睡在一起 吃在一起 神哪需要这些 圣经上这样模拟的 说上帝住在这里 意思是要提醒我们 上帝跟我们多么的近 当耶稣来的时候是更近了 上帝所在的地方 那就叫圣地 圣洁的 你也记得摩西 遇到上帝的时候 神所把鞋子脱下来 你站的地方是圣地 那是颁布律法的地方 我们今天怎么说 哪个地方是圣地 神所在的地方就是圣地 神无所不在 所以每一个地方都是圣地 神一定在那里 而且是我们尊主伟大 你在什么地方 你看到了 想到了上帝的奇妙和美好 你就低头敬拜主 我记得那个老仆人 在利百家给他水喝的时候 他想到他的祷告成就了 他就低头敬拜上帝 随时敬拜我们的主 因为上帝无所不在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上帝的每个动作都是美好的 人的愚蠢是 哎呀我们撒玛利亚人 觉得这个地方是敬拜上帝的地方 你们觉得在耶路撒冷 各位我们在哪里敬拜上帝 不是在这山上 也不是在耶路撒冷 敬拜上帝 重要的是 你要知道上帝是谁 我们知道我们所拜的 你们不知道你们拜的是谁 保罗在亚略八股在说 我在你们雅典看到你们 凡事很敬畏鬼神 现在我把你们 敬拜却不认识的神告诉我们 巴黎的先知 敬拜巴黎 敬拜了一个白天 拿刀刺自己 哦巴黎啊 听我们的祷告 很敬虔 拜错 各位你要认识上帝 真正拜父的 要用心灵和诚实 拜他 那么这里有一个字 翻得不太好 照原文是 真正拜父的 是在灵和真理里 拜他 我们基督徒不是讲 成则灵 成则灵就是 有没有神啊 哎呀你只要成心就灵了 好像神的真假 取决于我们成不成心 对则灵 你要拜对了上帝才行 诚恳是很好的 但是更重要的是 你在真理里拜他 你认识他 在灵和真理里拜他 我们希望我们有 灵和真理的敬拜 和神的心意 我们的心也 讨足的喜悦 神是灵 要在灵和真理里拜他 这个妇人 被耶稣引到了 对的路上 她说我知道弥赛亚来了 他来了 必将一切的事 都告诉我们 他主动的提到 弥赛亚要来了 耶稣说 跟你讲话就是他 妇人追求水 被耶稣引导到 其实我们真的要满足的 是敬拜上帝的心 我们怎么才能够 真实的敬拜上帝 这妇人在这段谈话里 她说我知道弥赛亚 她要来了 这妇人很灵活 她可能想到 莫非这个人就是弥赛亚吗 这时候耶稣跟她对话 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 门徒回来了 看到夫子跟一个女人 在讲话 而且撒玛利亚女人 他们觉得很稀奇 你干嘛跟她讲话 我们要把那个重点 讲出来了 这妇人跟耶稣谈话 这妇人跟耶稣谈话 最后说 她来了一定会把 一切的事告诉我们 耶稣说 我就是 妇人就把她 生活当中 重要的东西放下来了 把水罐子放下来 往城里去 莫非这个人就是弥赛亚吗 这个女人 以为她迫切的需要 也真是需要的 就是水 在跟耶稣谈话之后 她有两件事 一个她把水罐子放下来 另外一个 本来永远不会想 永远不会做的事情 她现在做了 她现在想 我要怎么敬拜上帝 我们需要被唤醒 我们需要的 我们真正饥渴要满足的 是敬拜上帝 我们能得到满足 是认识耶稣 我们感谢主 愿我们都敬拜上帝 我们都认识耶稣 我们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 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 求主与我们同在 若我们不认识你 我们喝再多的水还是渴 若我们不认识你 我们有再多的丰富 也是空虚 主啊 帮助我们对你有真实 美好的敬拜 我们在这里低头敬拜你 求主让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 地方 我们都有敬拜你的心 我将主摆在我右边 我便不知摇动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我们下厨的观看